今晚我想蠻蟹 螃蟹大餐 螃蟹秀開閘 趙立堅他是怒拋六大疑問 來反問返回去 而且呢也可以說是嚴厲的批判 認為美方是不是想中方來大波髒水 因為其實在習近平以及呢 拜登他們雙方通話之後 中美過招之後 背後到底有什麼貓膩呢 表面上看起來是平和 但是背後的角力 是不是有沒有可能先來看的是呢 這個美國也一直用暗示的方式 來暗示北京大陸 如果呢援助俄羅斯的話 要二級制裁北京耶 好 我們先請大千哥 針對現在這麼複雜的一個棋局 跟國際的整個這樣的一個狀況 看起來中國大陸 他們是不是要被硬拖進來 這整個目前這樣的 非常難解的棋局當中呢 先請大千哥來做分析 是 剛才秀秀講到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國際政治的一個非常難解的棋局 大家仔細想一下為什麼難解 是因為能解的人不想解 這個棋局其實 赤裸裸的就是美國自己的一個精密的 而且冷酷的一場算計 就所有全世界的國家 都被算計在這個棋局裡頭了 我剛才跟各位提到過 美國原本可以預防這場戰爭 他沒有預防 他做事的這場戰爭的爆發 這場戰爭開打了之後 當澤倫斯基認知到國際政治的現實 美國當然可以順勢要求澤倫斯基 澤倫斯基政府就是美國的傀儡政權 是親美的政府 所以澤倫斯基所有的底氣 都是來自於美國的 只要美國要求澤倫斯基說 你既然知道 你不可能加入北約跟歐盟了 然後這個頓巴斯地區 能夠被佔領的自治的這些國家 你也拿不回來 那不如就順勢宣告 承認這樣的一個狀態 至少保住這個國家的和平 避免戰爭 避免更無謂的傷亡 美國可以做這件事 如果美國當時 對澤倫斯基提出要求的話 也許俄烏在第三次 和平會談的時候 就談出結果了 我記得那一次的會談之前 雙方所拋出來的 這個談判的條件 特別是俄羅斯部分 我剛才提過 相對來說是比較保守的 他只不過是要回到 戰前的一個狀態 然後希望烏克蘭 保持中立地位 這個美國當然可以要求 澤倫斯基跟烏克蘭配合 但是美國為什麼不要求 美國不但沒有要求 美國做的是什麼 美國做的是不斷地 對俄羅斯開始 藉由這場戰爭 展開了各式各樣的製裁 美國藉的就是要求西方國家 投入更多的資源 然後繼續協助烏克蘭 來對抗俄羅斯 也就是說美國把俄羅斯 這個俄羅斯陷在了烏克蘭的 這場戰爭裡頭 美國把烏克蘭當作摧毀 俄羅斯國力的一個工具了 那麼烏克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可是俄羅斯也一敗塗地 哪怕這場戰爭打贏 他也元氣大傷了 不要說30年了 但50年要恢復大概都很困難 所以各位仔細的想一想 在原本這場戰爭之前 對美國來講 他最大的地緣政治威脅是什麼 在歐洲他最大的威脅是俄羅斯 然後在亞洲 他最大的威脅是中國大陸 所以美國在歐洲 利用北約東擴的方式 積極的全面的圍堵 俄羅斯的勢力 他在亞洲利用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利用AUKUS 利用五眼聯盟 利用各式各樣的結盟的方式 來封鎖中國大陸 這雙方所 美國對於俄羅斯 跟對於中國大陸 所採取的策略跟戰術 就是完全一樣的 這是如出一策的 就是完全同樣的模式 這對美國來說 在這地緣政治 目前為止在全球 兩大重要的威脅 還先不要講這個中東國家了 因為中東國家對美國來說 原本他的目標關注伊朗 可是當美國自己有頁岩油 這個油氣的時候 美國已經不在乎 來自於中東的原油了 所以中共的死活 不該美國的事了 這就是美國在原本 俄乌戰爭爆發前 兩大地緣政治的威脅 那美國最大的 這個經濟跟貿易的競爭對手是誰 大家想一想 最大的競爭對手是歐盟 最大的競爭對手是中國大陸 在經濟的這個層面上 美國最大的對手就是這兩個 特別是唯一能夠有可能動搖 跟威脅美元地位的是什麼 是什麼 是歐元 所以歐洲整個歐盟 跟中國大陸來說 對美國而言 在經濟層面上 他們是潛在的競爭者 是美國的對手 所以各位回過頭來看 美國利用了這一場俄乌戰爭 這個大家現在看起來 根本是完全無解的一個棋局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利用了這個棋局 第一 他摧毀了俄羅斯 俄羅斯面臨了嚴重的經濟制裁 俄羅斯的經濟倒退了幾十年 俄羅斯的貨幣被逐出 這個國際的貨幣體系 俄羅斯的貿易沒有了最惠國待遇 他幾乎等於被逐出了 全球的這個經貿 經貿的體系之外了 所以俄羅斯在這一場戰爭裡 先不要講他軍事上的勝負 他光是在國際政治的地位 光是在全球經貿的角色 通通都已經被徹底的摧毀掉了 所以美國成功的擊殺掉了俄羅斯 他利用了烏克蘭 然後接下來整個戰爭 因為爆發在烏克蘭 這是一場歐洲的戰爭 幾百萬的難民 湧向了歐洲的國家 歐洲的國家將來要面臨 很複雜的難民問題 同時歐洲國家因為跟隨美國的制裁 所以歐洲國家也蒙受了很大的損失 德國被迫這個不能使用北溪二號 所以德國要用更高的價格 去跟美國買液化天然氣 歐洲的國家因為加入了相對的制裁 所以在面臨到俄羅斯公債違約的時候 最主要的俄羅斯公債的持有者 都是歐洲的大型銀行 他們也面臨到了金融的損失 在最惠國的待遇上 當歐洲如果跟進美國 取消了俄羅斯的最惠國待遇 他等於是切斷了跟俄羅斯之間 所有的貿易往來 俄羅斯是很多歐洲國家重大的市場 光是德國最大的這些公司 就有3600家在俄羅斯有進行運營 所以如果一旦這個貿易戰打到這種地步 首當其衷受傷的不是美國 美國跟俄羅斯的貿易不到10% 美國進口俄羅斯的石油也不到10% 美國跟俄羅斯的關係其實相當有限的 這些所有的制裁最後所造成的連帶的 我們叫做collateral damage 就附帶傷害的都是歐洲國家 所以大家看到了嗎 俄羅斯被擊殺了 歐洲在這場戰爭當中 這個莫名其妙的被拖垮了 然後他們將來還要面對很多 各式各樣的問題 所以歐盟將來要再跟美國 在經貿地位上相抗衡 甚至歐元想要超越美元的 這個大主地位都很困難了 美國已經完成了兩個目標了 接下來他當然就不會放棄 把中國大陸拖下水 所以最奇妙的局勢就來了 明明放火的人是美國 明明在背後這個鼓動 發動這個做事不理 讓這個做事這場戰爭的 這個發生的是美國 明明有能力介入防範 甚至儘快地促成和談的是美國 可是美國什麼都沒有做 就放火的人居然去叫這個是美國 然後居然去怪中國大陸救火不力 這場戰爭其實跟中國大陸 是沒有什麼太直接的關係的 各位知道中國大陸 跟俄羅斯跟烏克蘭 他們都有很好的外交關係 而且特別是北京政府跟烏克蘭 在軍事技術跟在軍事裝備上 都有很緊密的合作的依存關係 我記得我跟各位提過 中國大陸那一艘每天在我們台海 繞來繞去的遼寧號的 這個航空母艦就是跟烏克蘭買的 所以烏克蘭跟中國大陸之間 彼此本來就有很多的軍事跟政治 還有貿易上的合作 那更不要講說這個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了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由於在美國的全面圍堵之下 讓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就越走越近了 原本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還有一些歷史上的因素 還有一些地緣政治上的利益跟衝突 所以過去中國大陸的重兵 他不是擺在東邊對付台灣 中國大陸重兵是擺在北邊的 面對俄羅斯所有的這個邊境 因為俄羅斯以前所謂的蘇聯 是中國大陸認為最大的 地緣政治的威脅 但是因為美國對於中國大陸 和俄羅斯的全面圍堵 讓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越走越近 所以大家仔細看一下 中國大陸在這場戰役裡頭 他簡單來說 他就是一個完全不干他的事的路人甲 但是現在美國刻意的 要把中國大陸拖下水 他就指責中國大陸 沒有積極的去介入外交斡旋 促成和談 美國自己沒有介入外交斡旋 美國自己不促成和談不講 但是他就故意栽贓給北京政府 說北京政府甚至有可能按住 按住俄羅斯軍事裝備 所以要對北京政府展開制裁 其實說白了 我剛才跟各位盤點過嘛 美國的幾個重大的威脅 俄羅斯 中國大陸跟歐洲 他現在已經成功的擊殺了俄羅斯 已經成功的拖垮了歐洲 就剩下一個中國大陸了 如果他這一次再給他找到一個 這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羅之一個罪名 然後用這樣的理由跟藉口 對中國大陸進行所謂的二級制裁 他不就完全達到他的目的了吧 俄羅斯的經濟倒退30年 甚至50年 中國大陸的經濟倒退20年 歐洲的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拖累 未來要復原也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麼誰是世界獨強跟獨霸呢 當然就是美國了 美國利用一場發生在別人家的戰爭 一口氣擊殺了他三個對手 兩個地緣政治的威脅 跟一個經貿和貨幣的潛在競爭者 這是一個多麼精密 多麼冷酷 多麼無情 多麼噁心的算計 那麼但是美國這場算計 有沒有可能一定成功呢 我剛才跟各位提到未必 這是美國的算盤 可是對俄羅斯來說 大家不要忘了 當你下棋下到了一個 必死必輸的境界的時候 你還有一個辦法改變這個局面 就是你把棋盤給翻了 你把桌子給翻了 你翻桌了之後 所有的一切遊戲規則都不存在 那麼一切就要重彈 對 所以我要跟各位再次的提醒 這就是為什麼我高度的憂慮 美國覺得把俄羅斯逼到了牆角 美國覺得現在把中國大陸也一起逼死 他所有的如意算盤就可以達成 可是他不要忘了 俄羅斯手上還有太多的工具 而且其中有一項工具 是美國跟西方國家沒有辦法 去承受這樣的後果跟代價的 那就是核子武器啊 美國再逼到最後 美國再算到最後 美國再贏到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當然很有可能 普丁就把桌子翻了 把棋盤翻了 那麼全世界其他 莫名其妙無辜的國家 通通都要因為美國無情冷酷 這個噁心的算計 大家一起來承受核子戰爭的後果吧 這個要是一個很可愛的 innych人 你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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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也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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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對 是好像不足 不足 來的人 你會不會不會的